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逢星期三上架的Shall We Talk 請來周國鋒聊天 他做中年好聲音評審 和五中行被稱為左右門神 又一起開Live搞笑 令觀眾重新認識他們 他做了30年港台DJ 一直升職去到助理廣播處長位置 2021年辭職 回復自由身 毛冠一身輕 形象又大變身 他小時候做過教育電視的小演員 非常聽話正經 1991年參加過新秀 2005年和做節目主持的李嘉儀結婚 2008年離婚 他說自己年紀越大才學會做自己 聽聽他從小到大的故事 我相信可能是你的樣子很可愛 然後聲音又可愛 結果被選中 那時候你咬字清晰的 我不清晰的 我最棘手是 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不適合做這一行 為什麼我不適合做這一行 我小時候我瘋狂筋和漏口 要是用了幾長的時間 才可以改變到這兩樣的壞習慣 要多得這一位的中文科老師 我不記得他的全名 我只記得他是蘇老師 他叫我說話慢一點 就不要那麼心急 想清楚才說 逐個字逐個字慢慢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可以改變了我整個 漏口的習慣 這樣就拿了不少的 無論是中文或是英文的 一些朗重比賽 冠亞貴君我也試過 因為這些比賽的經驗 於是剛才你說 所謂的童星 我最主力參加了或是拍攝了 很多教育電視 很多科我都拍過 包括了英文 健康 很多角色都飾演過 最誇張那一次 最好玩 但也最不想看到那一次 應該是建教科 扮一個圍 人體的圍 那一集總之有很多 圍、神、心 我是負責一個圍的 養衰得不得了 就帶了那些像假公仔 只伸了頭出來 總之是向著鏡球 不知跳舞還是怎樣 我自己拍完之後 我就很害怕 總之會看回 總之會覺得那個感覺很奇怪 結果我應該過了六年以來 未試過看自己拍的教育電視 亦都找不回 找不回 你問我是不是很想入行 又或者是否很想用說話 去成為我的職業 真心我真的不是很想的 我不是很喜歡說話 雖然現在那些人這樣說 我不是很相信 從小到大我是挺害羞 而且不是很擅長去做一些 或是參與一些社交活動 至於為何最後會參加這麼多比賽 又或者入了這一行呢 我相信跟我以前的性格是有點關係的 我以前是會 第一 你說我真是乖也好 或是假裝乖也好 我會願意去滿足可能家人 或者身邊的一些長輩對我的要求 他們想我怎樣 那我就跟進 那我就做 有沒有自己一個很強烈的想法 我那時候應該沒有 我直至到三十幾歲的時候 才開始 不是喔 好像以前的自己 基本上不是自己 以前做很多的事情 都不是拜託自己 是拜託別人 爸爸我跟他的緣分很短 他很早已經死了 我八歲的時候 他已經病了 他有病就死了 變成我由我媽去獨力 湊大我們五個子女 所以我媽也挺兇的 還有她也有很多的想法 是會灌輸給我們 那你也問 媽媽有沒有曾經跟我說過 兒子你不如去入娛樂圈 她說沒有 但是你是觀察到 當我去可能參加一些比賽 贏了比賽 無論是以前的說話比賽 或者是歌唱比賽 你看到她 她是很開心的 很興奮的 還有一個第十屆新秀 是第十屆新秀 撞過誰 第十屆新秀 你應該現在不認識 很多都沒有做這一行的 不過世界就是這麼小 我現在做中年好聲音的評審 第二季就遇上兩個 第十屆新秀歌唱比賽的參賽者 那你是不是有點尷尬 我第十屆我是參賽者 然後隔了我都不知道幾年了 二十幾年 一個就是Ewanna 一個就是高靖良 那看回你那時候唱月半時的歌 就震了喉嚨 那現在你給自己一點留言 我有出過一個在我的Facebook 出過一個Post去笑自己 現在這個年代 如果有一個唱到這樣的參賽者 我應該定了 我只是可以說OK 她音準也可以 但是那個唱法就很舊派 基於這樣的情況之下 於是我就參加了DJ比賽 又參加了歌唱比賽 然後你可以說是幸運 你可以說是幸運 順利地進行 當我贏了比賽之後 接受了訓練之後 真真正正要去做 港台第一個節目 我仍未撕掉那種很嚴肅 很自責 那些很嚴重的 悶到爆 簡直是被人恥笑 現在 所以我都用了起碼 在On Air之後 都用了大概半年的時間 才開始慢慢適應 如果要做DJ的話 我說話的調音 不可以這樣 智政康源是重要的 但是不可以去到太老正 太老正的話 是人們不喜歡聽的 我那時候主力是做一個週末的黃昏節目 還有是成鵬人一起做錄音的 另外就是做輕談展唱比夜天 因為這個講鬼股 所以我初入行 即使是做輕談展唱比夜天 是凌晨兩點到六點 當年的監製都頗厲害的 是要我凌晨三點多講鬼股 在金魚缸 就有個大玻璃 我們是直播室的人 可以看穿 看到外面走廊有沒有人走過 那個年代經常傳說 無緣無故做一個節目 我剛才說了 通常只有三個人 但不知為何會有第四個人 會出現 其中幾個所謂鬼股 第一首就是不敢播歌 我結果是不會犯禁忌去播的 夜夜癡前 就是不默結敏夜夜癡前 我都提自己不播的 那些時間不播的 第二首都是所謂禁忌 就是日本風之谷這部動畫片 為什麼 其中的一首音樂 你們可能有些印象 就是 小孩子 那時傳聞就是這樣的 有人播這首歌的時候 在玻璃那裡 看到一群小孩子 跳過 看到有些頭很矮 所以這兩首歌 不過對於我們做夜晚節目的行業來說 是寧願順邪 不要硬拍攝 衝大頭鬼就是播的 周國鋒90年代開始做DJ 在港台做過很多製作 包括太陽計劃 十大中文金曲等等 和很多歌星合作過 也都見過很多難忘的場面 舉例例如有一次 我們去上海做太陽計劃 上海當年有一個 現在還有的 不過現在那個場館就不是最大 那時候我們 那個年代最大的場館叫做 上海萬人體育館 我們帶了一大批的歌手 都是很紅的 學友、黎明、周慧敏等等 那些歌手上去那裏做表演 做完表演之後要離開 我記得我那一輛旅遊巴 當我們的車緩緩地走出 這個萬人體育館的大閘的時候 不知道哪一個人不相信 就在那裏裝外面 拉開個簾 不知道工作人員還是宣傳人員 看到裡面好像是張學友、黎明和周慧敏 那些人開始起哄 你也知道是這樣的 就是會傳染的 這邊一起哄的時候 那邊又起哄 那我們的車就在一個人海中間 那些人就越來越起哄 就開始拍我們的車 然後我們感覺到這輛車開始搖 最後那些玻璃開始裂了 那一刻是真的很害怕 因為那些樂迷知道 這輛車裡面有這麼多巨星 那些人就開始把大閘關掉 用一條鐵線的描述 很變態 我一看到這個場面的時候 糟糕了 那一刻就不知道 應該是其中的一個 宣傳人員 他真的厲害 要多虧他 我剛才說了 他簡直是夠萬文 他就是跟那個司機說 他做的國語很難 但是幸好那個司機聽到他不明白 就說你讓我下車 原來那個宣傳人員 下車之後 隻身地衝到這個大閘的前面 把鐵線鬆綁 然後一下子推開那個大閘 然後車就飛奔 結果出去了 完完全全 多虧這位宣傳人員 否則我們可能已經撞身了 在那個位置當中 就是我們十達中文禁曲 有一次是找華仔 就是唱他應該獲獎的歌曲是中國人 我們就想那個效果更加好看 所以就找了一班打鼓的團體 就是跟他一起去表演這首歌曲 我們有彩排的 彩排的時候是很好的 是完全合得到的 但去到真真正正的時候 不知道可能因為現場的氣氛太刺熱 你也明白那個年代 尤其華仔 比阿黎明的粉絲很厲害 很吵 我不知道會不會這樣 是擾亂了那個拍子 結果出來的效果 當中國人的音樂響起的時候 中國人的MMO 和打鼓的團體 那個鼓聲不合 於是華仔是完全唱不到的 入局幾次都唱不到 結果他整個人蹲著 我們眼前就看到很多巨星 譬如梅邪、胡彥芳 那些已經在台下 幫他一起打拍子 都搞不定 結果整首歌都是唱過幾個 還不合拍子 那看到華仔的樣子已經 臉都青了 結果最後是 就是手音樂完了 那他就在台上說 可不可以讓他唱一次 再唱一次 但是這次就不需要 是那幫打鼓的團體幫忙 只是是MMO 結果真的唱了一次 那落到後台之後 當時我是十達中文金曲的製作總監 我當然要負責 那我就衝到後台 一到後台 剛好華仔下台 那我已經跟他說 對不起 不好意思 那他就抱著我 不關你的事 即是他就是一隻 這麼nice的人 即是他不會 如果有一些大脾氣的 他可以罵到你死 他還要過來抱著你 還要跟你說 我們大家都盡力 明白 知道 有很多時候製作的東西 控制不到 但其實看到他的樣子 他很少的 他的眼睛已經上下 那些雷光 滾滾滾滾滾 那一刻你更加覺得於心不忍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哥哥幫我們港台拍過一部 禁煙 禁煙的片 煙飛煙滅 那時候我們去構思 我們跟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合作 我們想找 那拍步就是以藝人去帶領 去宣揚這個信息的一個短片 我們開頭 我們都完全不敢想 我們怎麼會想 張國榮這三個字 就是天花板 那後來聊聊聊的時候 我又不記得 為什麼呢 就是無端端突然發發其想 不如 就真的想到天花板 就是找張國榮之餘 那時候還要知道 如果只是叫哥哥去主演一部 反級演的宣傳片 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如找他做導演 但當時好像哥哥在拍攝 《戀戰沖繩》 好像是在日本的 那個唱片公司老闆一聽完之後 他說不如這樣 他首先打給在日本的哥哥 先跟他溝通一次 如果哥哥覺得OK的時候 我直接打給哥哥 跟他溝通一次 結果就是搞定 在電話裡 他覺得哥哥是很爽快的人 他要是黑要是白 要是可以 要是不行 聽完之後 他覺得可以想 結果就行了 那一刻是很起初妄外 我們本來想著一個沒什麼可能會出現到的一個 這麼神級的作品 就是由他一手去搞成 當中所有的Casting 那個不關我的事 是他的 他在錄了 好像有莫文慧 很簡單 但因為我在現場 我是看著他在錄的 我們有開會 有時在他家裡開會 有時在外面開會 他只是當時在現場 打了幾個電話 妹姐 Danny姐 然後莫文慧 王力宏 很快 當下幾個字 就已經全部確定了 我想另外錄卡 是我所謂封咪 我應該好像200 我也忘記了 200多年前 那時候要全力退居幕後 所以最後幾個星期做 那時候應該叫做國鋒國鋒的節目 那我就很後期才想 不如我最後那個星期 就邀請一些 要選擇性 邀請一些我覺得 幾好傾 又或者和我幾有淵源的歌手 去做一個Round Up 但只有五天 所以頂多只有五個嘉賓 結果很短時間 結果應該幾天之內就約齊 就找了黎明 學友 Eason 祖兒 和Twins 學友是因為我入行 第一個訪問做的 就是學友 所以最後的一個訪問 即封咪前最後那天 就是學友 剛剛做一個 好像呼應 做一個Round Up 這個我也會說給學友 周國鋒2005年和做節目主持的李嘉儀結婚 2008年分開 他說現在享受單身的生活 寧願做一些令自己開心的事 多過討好別人 怎麼知道愛情這件事真的很難 很難去分析原因 為什麼可以走在一起 有一個好處是可能之前已經認識 大概已經知道她是什麼性格 大概… 爽朗 其實她也挺挖的 其實她也挺挖的 但我喜歡直接挖的多過 你又要猜她怎樣 又扭這個扭那個 她性格上我覺得她也挺男性的 她的優點是這些 又是優點又是缺點 變成她會跟我們去… 譬如我這隻這樣對 一粒一粒 但有時候可能跟老人家的相處 就會不容易 因為她比較挖 會和你媽媽吵大鑊嗎 她兩個吵大鑊又沒有怎樣試過 只是你說 一直以來我覺得婆媳關係 是一件很高深的學問 尤其是一個空間裡面 出現了兩個女人是很快的 一起住 是的 我覺得一起住是棘手的 這個無論是譬如 不是說怪我媽媽 又是怪她 我覺得本身是要兩代的人 最後兩個女人 一起住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即是有時候我也會想 為何你們會為這些事 而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可能是一些家裡的瑣碎事 但是你便會覺得 你便會覺得 你會這樣 是的 如果 你問我 有一些印象當中 有沒有一波 很嚴重的 好像沒有 但是都是婆媳為主 即是你們夫婦之間的糾紛 多不多 我覺得只是 當我們結婚之後 更加了解自己的時候 各自都是 譬如我 我看上去好像很容易相處 但當我結婚之後 我發現原來我 又是了 在一個空間裏面 要去容納 另一個人 原來我都不是很容易 所以我現在才會去再想的時候 那些人經常問 當我和烈烈分開了 我會不會很期盼 有下一段出現 甚至結婚 我不是很期盼的 我更加清晰自己 其實 一個人生活 對我 是最舒服的 有很多事情是 尤其我剛才也說了 就是那個理念 我現在好一點是隨心 有一段時間 那些人經常說 我們是不是要結婚 那我已經聽到 聽到習慣了 我說隨便 你覺得是就是 因為我們有短時間 然後又沒有註冊 所以那些人經常以為 你是不是要結婚 我沒有那麼空 那就是為什麽解決婚 那就是 然後問是否要欺騙這個人情 我說怎樣 我報了給政府 我怎麽欺騙人情 所以說整件事 就好像變成 我們已經聽到太多 一些謠言是非的時候 我們都免得去澄清 甚至乎結婚 即是收到那些人情 那些全部要上繳 不是上繳 要報 要報 我是有一個表 就是我自己弄了一個表 然後就是將當天 出席的所有嘉賓的名字 然後他給了幾千人情 報了 然後報給我們的行政部門 然後因為我們有一個限額 逢是多出限額那些 我要退 好像不可以多過五百元 是嗎 應該我沒有記錯 應該好像是 我可以看看 好像大概是三千元 但那些是私交友好 大概是三千元 其他那些你一定要退回 每人不可以超過三千元 好像是 好像是 即當你收到一萬元人情 那七千又要給誰 給他 給他 給那個當事人 當然 張敬軒就說 都很感謝你提携 即是在零幾年的時候 誇張而已 好像是他養父 他說他自己簽了內地經理人 有一段時間是沒有工作 那你就說 你幫忙做國風節目 那時候你們的友情是怎樣 我想我第一次的淵源 他不知道 他當年就在內地出了唱片 其中一首歌叫My Way 我那時候 我未認識張敬軒 那時候我經常在內地工作 所以他跟內地媒體很熟 那內地的一些DJ的朋友 他又經常會傳一些歌給我聽 那我那個年代 又會去介紹一些內地歌曲 那我聽了 有一首歌叫My Way 然後這個男生叫張敬軒 那我覺得這首歌挺好聽 於是我就是 有推介給兩間唱片公司 一間就是環球 另一間就是英王 那結果呢 兩間唱片公司聽完之後 他們覺得挺好 有興趣 那他應該是同時間 就好像上去廣州 找軒仔 我不知道是軒仔 還是軒仔 當時的經理人 去談 結果最後應該是 是Universal環球簽了他 是的 那是我跟他第一次的淵源 有些歌手 你覺得他天花板是神級 哪些是你跟他畢弟畢弟 一起長大 這一個呢 又要去回我以前做DJ的年代 開初受訓的時期 我們前輩經常會提我們一件事 尤其我是做音樂的 做很多一些歌聲統籌 或是跟唱片公司關係 會很頻繁的一些崗位的人 他說呢 經常提我 記住 不要當歌手是朋友 那這個我明白的意思 始終呢 有那個利害的關係 有利益的關係 無論是你要保障自己 又或者保障自己 除了不要犯了任何規矩之外 也可能你心靈上也是 你會受傷害 如果你當個人是朋友 原來別人只不過是利用你的 你的感覺會很傷害 所以我一直都是謹記著 就是說 OK 跟歌手們 可以保持有好關係 不過那種關係 其實主力的就是工作關係 就很來很去 就是 一向我都是這樣的概念 那所以呢 你問剛才說 究竟我會不會很刻意 跟某些歌手 很混亂 那有確實可能因為 我是一個很自律的人 就是當有一個原則的時候 就會拿著這個原則 就一直記住在腦子裡 很難會去改變 所以我會跟他 維持這個關係 是OK好的 但是去到 去到他家裡 那真的少 去到他家裡打牌 即是有沒有 這些 盡量我就會不想的 有沒有試過 沒什麼事 免得被人有任何的口實 和是非 2021年離開公職的主因呢 那裡就寫說家庭圓一 那當然是主因 那什麼叫家庭圓一 我媽媽的身體健康 尤其那幾年 他經常要覆診 而他行動又不方便 只得光人和他在一起 是有些難度 結果那時候 我是要經常要請假 就要請假和他一起去 那個年代那些家人 他又很節省 你說去看私立醫院 就是殺了你兒子 於是每次都要跟他去公立醫院 公立醫院 那你又知道 排到那個時間 排到想死 即使是預訂了 那當然 那些人經常問 會不會和當時的政治氣候有關呢 那我覺得 你說完完全全沒有呢 那我就騙你了 但那個是不是我離開的主因 又真的不是 那確實的 那個年代的政治氣候 尤其是我的崗位 因為我當年是負責了新聞部 和負責了所有電台頻道 而正直那個年代 香港的政治氣候 都是頗不穩定的年代 媒體是首當其衝 那你問我那時候 我有沒有一些心力交水 又或者累呢 即是無論是我要去處理整個新聞部 或者是那七條電台頻道 即是要很小心地去檢視著 大家的節目 那些新聞有沒有出錯呢 那是真的累的 張國鋒離開港台 回復自由身之後 做中年好聲音的評審 又和五重行做網上直播 更加親切和搞笑 可以說展開第二人生 最後想問他 旁邊有機會約個人坐下聊天 他會約誰呢 如果可以約一個人 和他面對面聊天 去問話的話 有一個在我心目當中 應該都是女神 即使我入行那麼久 在這段時間 我是很不幸地從來沒見過他 唯一有一次見過他 可能是在山頂 那條是不叫老闆道 即跑步那個位置 即旅客經常在那裡 我懷疑那個是他 但當時他應該是戴口罩 但我從他的身形 從他的眼睛 他的外貌 他的髮型 已經猜那個應該是他 那個叫做鍾楚紅 我入行那麼久 那一次 鍾楚紅沒見過 鍾楚紅應該在我的認知當中 是我覺得最漂亮 最性感的一個明星 而且他厲害在於 他是甘於即使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老 但我不覺得他會怕老 而他也是願意在一個 這麼漂亮的外表上面 他願意去在觀眾面前 呈現歲月的某些痕跡 當然他的痕跡很微弱 他仍然是很漂亮 不過我最喜歡 就是在於他的 性格 他的美麗 他的性格 他的感言 所以如果有機會 可以單獨地跟他近距見面 還可以跟他聊天 問話的話 我最希望的是 紅古中創